明朝永乐年间 太原府某处宅子里 陈氏看着满脸憔悴的丈夫流着眼泪道 我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眼看是活不成了 先前说的那件事 你若还不答应 我死也不会瞑目 李墨白连忙劝卫道 别说傻话 你的病肯定能治好 看着妻子消瘦的脸庞 李墨白心中五味杂陈 千言万语被耿在喉中 竟没法继续说下去 二人成婚五年多 向来情投意合 互敬互爱 多年来从未红过脸 只是陈氏因为体弱多病 一直没有生育 虽然李墨白从不在意 但他自己却始终耿耿于怀 觉得有愧于丈夫 所以时常劝丈夫那惠兰为妾 指望他能生下一儿伴女 好替李家延续宗司 这惠兰是陈氏的陪嫁丫头 品行端庄贤惠 人长得也漂亮 男人见了谁不爱 只是李墨白却顾念夫妻情深 始终不肯应允此事 如今陈氏病危 就是重提 见丈夫仍然顾左右而言他 急得眼泪直掉 忍不住哭诉道 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若不是逼不得已 我难道非要逼着你娶妾吗 惠兰虽是丫头出生 但自小和我一起长大 情童姐妹 我要你娶她 一来是不能断了李家的血脉 二来 我死后 你看到她就如同看到我一般 话说到这份上 妻子又在病重中 若再不点头 只怕惹得她不高兴 对病情十分不利 李墨白只得妥协 依言择了个吉日 与惠兰行了夫妻之礼 见丈夫有了可靠的人照顾 臣氏心事已了 没过几天便含笑失去 惠兰悲痛欲绝 哭得生死历劫 李墨白也是肝肠寸断 强打精神 操办了爱妻的后事 自此以后 李墨白断了续曲之意 打算就这样和惠兰厮守一生 怎奈族中长辈却说什么无父不成家 惠兰再好 却始终是丫头出生 如何当得了贤内主 一个个拿出长辈的姿态 催着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 惠兰不想丈夫为难 也出言劝道 向功尚还年轻 自然该续曲 倘若坚决不答应 只怕那些长辈们要怪我不嫌 从中作梗了 李墨白苦笑道 你不肯背负这个恶名 却要我去做那不义的事 这又是什么道理 惠兰道 相公就算不为我着想 也要替你自己想想 你是一家之主 总不能守着我一个丫头过一辈子 总毕竟是要续曲的 不然传出去也不好听 原来李家是当地大户 最是看中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李墨白 拗不过族中诸多长辈 再加上惠兰也一直劝她 最后只得答应续曲 没人坐视力索 很快便说成了一门亲事 乃成西孙家的女儿 接着少不得下聘定亲 则好了吉日 待到陈氏周年过后 便吹吹打打将她娶到了家中 谁知那孙氏生性极是杜汉 他父母因贪图李家财物 虽知道李墨白有个小妾 只因担心女儿介怀不肯嫁 故此有意瞒了她 直到过门那天 孙氏剑突然冒出个小妾来参拜主母 心中好不着恼 洞房花竹叶便和李墨白置气 要她将惠兰赶走 否则不和她洞房 李墨白心中虽不快 但念在世新婚之夜 不便与她争论 只是陪着笑脸解释 谁知孙氏却捂着耳朵骂道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哭哭啼啼闹了一夜 弄得全宅的人都不得安宁 既然没法睡了 索性全都来到婚房外看戏 李墨白又羞又恼 等不及天亮 开了房门拂袖而去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孙氏也有些措手不及 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 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隋嫁丫头连忙傅尔低声劝道 小娘子须得忍耐 怎好刚进门就胡闹 如此不但众人不服 恐怕还会适得其反 惹得相公远离 孙氏文言盲止住了哭声 暗响也是这么一个理 再说自己是正妻 有的是时间和手段对付惠兰 和必非要争这一时三刻 于是让丫头将丈夫请回来 主动服软认错 李墨白虽心中有气 但架不住众人相劝 也就借颇下驴 将此事接了过去 那孙氏自此绝口不提惠兰 但是一天到晚不离李墨白左右 丈夫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 不容他和惠兰讲一句话 天黑后便早早催他上床就寝 不容他出去 好在惠兰并不争风吃醋 对此没有半句怨言 依旧安守本分 不争不抢 李墨白倒是有些过意不去 一来觉得愧对王妻 二来也觉得委屈了贤淑的惠兰 虽然不去和那孙氏说长道短 但一到晚上就喝得醉醺醺的 衣服也不脱 上床倒头就睡 光阴四溅 不觉已是半年 自打孙氏过门后 从不曾放丈夫到惠兰的房里转一转 不仅如此 每天还绞尽脑汁地要寻她的短处 幸得惠兰生性聪明 人又温和 并没有什么破绽被他拿到 李墨白非常难过 但也无可奈何 恰逢学院遂考 他便同地方上几个秀才 一起早早入城富士去了 等到考完 到家时天色已晚 李墨白没有惊动任何人 捏手捏脚走到惠兰房里 低声吩咐道 我今晚在你这里歇息 随便拿点东西 给我吃了 早些闭门睡吧 惠兰道 使不得 相公还是回大娘子房里去吧 省得知道了又来淘气 李墨白笑道 不妨是 我方才回来 家中没有一个小德的 惠兰见丈夫坚持 只得到厨房里拿了两个馍馍回来给他吃了 双双宽衣就寝 四日一早 村中有同考的秀才来拜访 李墨白还未曾起身 家仆说主人尚未回来 那秀才差一道 昨日和他一同回来 在村口分路 怎么却说未曾归家 这话正巧被孙氏听见了 心中顿时度火生疼 脱口骂道 是了 肯定是在惠兰房里 不要脸的贱人 金帆总算是栽在我手里了 当即拎着一根棍子冲到惠兰房前 把门砸得砰砰乱响 口里嚷道 你们瞒着我 做的好事 还不赶紧开门 二人正穿衣起床 听见孙氏在外面吵闹 惠兰这忙道 这可如何是好 李莫白心中愤恨 铁青着脸打开门 匹手夺过孙氏手中的棍子丢在地上 见丈夫气势汹汹 孙氏吓了一跳 随即使出看家本领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惠兰忙去扶他 被他甩了开去 其他家人也来劝他 仍旧哭过不停 又换来陪嫁丫头 吩咐他去通知娘家人 孙家离此不过五六里路 不多时 父母兄弟一起赶到 孙父是个专管官司 出入衙门的恶棍 母亲将士 也是个蛮横 不讲理的人 两人领着四个儿子 又纠结了五六个族中的后生 手里拿了棍棒 放出话来要抱奏李莫白 一顿给女儿出气 惠兰见形势不妙 把丈夫从后门硬推了出去 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 眼下还是暂避锋芒的好 李莫白虽然放心不下 但想他一片好意 只得一言一溜烟走了 孙氏这帮如狼似虎的亲族 见找不到正主 便要动手打惠兰出气 李家族人自然不一 走出来阻拦道 这不过是夫妻间闹别扭 就是莫白你们也不该找他麻烦 却与惠兰有什么相干 如果你们敢动手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当下族中以及左邻右舍 一下子就聚集了二三百人 都围在门口大声嚷道 他们若是敢行凶 我们就一起动手结果了这几个暴徒吧 孙父等人见群情激愤 不敢再抖微风 安慰了女儿几句 领着一般人灰溜溜地走了 众人见事态平息 方才各自散去 惠兰没了息事宁人 不得不走到孙氏房中 跪在地上叩头赔罪 一众家人也替他求情 谁知那孙氏板着脸 一句话不说 暗自盘算着等丈夫回来 还要兴师问罪 不料李莫白那日被孙家逼得狼狈而逃 心中怨恨不已 想着妻子这么不贤惠 闹得鸡飞狗跳 留在家里不知还要受多少恶气 激愤之下 索性远走他乡 来个眼不见心不凡 过了数日 惠兰见丈夫仍未归家 心中好不着急 暗地里央人到处去找 谁知寻了十来天 一点音讯都没有 急得他寝食难安 一晃 又过了五六个月 惠兰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想来也是天意 谁能想到那夜李莫白偷偷摸摸到他房里歇宿 竟然就怀上了李家的骨肉 孙氏心中十分不快 寻了个借口 亲自拿了根竹杖 照着惠兰肚子就打 惠兰躲开了 孙氏竟穷追不舍 还要继续下毒手 被一众家人死死拉住才罢休 也亏得众人保护 惠兰才有惊无险地生下一个儿子 何家无不欢喜快乐 唯有孙氏恨得牙痒牙 一心想弄死那个婴儿 这天 惠兰等孩子睡着后 来到院子里晒衣服 谁知就忙活了一盏茶的功夫 等他回到房中时 床上哪还有孩子的影子 正惊恶时 突然听到细微的响动 仔细一听 却是屋里镜桶里发出来的 惠兰走过去一看 当即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儿子被人倒树着丢在镜桶里 正垂死挣扎 命在旦夕 慌忙抱起来一看 却以气息全无 哭喊着又拍又掐 过得半晌 那孩子突然呕出一滩臭水 这才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老话说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惠兰脾气再好 如今却也发起怒来 心知此事定是孙氏所为 当即便抱了孩子来到族长家 把实情一五一时说了 要他替自己讨个说法 族长一听 拍案大怒 立马召集族人 又将孙氏叫来 当众斥责他狼心狗肺 诸狗不如 全族上下 剧都愤愤不平 纷纷替惠兰说话 谁知 孙氏竟敌死不认 剖皮耍赖 又哭又闹 族长忍无可忍大鹤一声道 住嘴 此后 惠兰搬到一旁居住 中间给我气断了 你每月供给若干粮食 若干铜钱 让他母子两个字去度日 但你给我记住 若是墨白的骨肉 有什么闪失 我为你是问不说 全族上下 谁也饶不了你 孙氏见是族长发话 其他族人也在一旁怒怒而逝 迫于行事 不得不一 自此 惠兰便带着儿子 搬到一边的小屋里住下 年复一年 那孩子不绝间 已经六岁了 只因他父亲不在家 惠兰自觉是个丫头出身 不敢给自己的儿子取名 平时只换他大男 一日在门口玩耍时 大男见到附近 学堂里的学生路过 心中羡慕不已 回到屋里 对母亲到 孩儿也想去上学 惠兰很是无奈 但看着儿子渴求的眼神 又觉得于心不忍 到第二天 只得秧隔壁的高妈妈 领他到那学堂里去 请先生教他几句书 本义只是拗不过孩子 邀先生故意难他一难 让他知难而退 断了上学的念头 谁知大男天性聪明 那些同时一学辩会 先生欢喜 忍不住赞道 教了这么多年书 还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 高妈妈听了 忍不住叹道 可惜有这般资质 却没钱来读书 先生便问缘由 热心的高妈妈便讲了他母子的情况 先生道 既是如此 烦劳你老回去带个话给他母亲 就说我不要学费 让这孩子来读书吧 听高妈妈说了 惠兰非常高兴 心里也感激先生 大难上了学 倒也不负众望 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做文章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 几乎都不能改换一字 先生有时候就忍不住赞道 你今年才十岁 却已经能够做出这等绝妙的文章 只是可惜 你父亲不知身在何处 竟不晓得 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先生无心之语 却说到了大难的心事 回家便问 父亲在哪里 惠兰被追问不过 只得将实情细细说 与他知道 大难听后 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暗中打定主意要去 把父亲寻回来 到了次日 吃过饭后出了门 惠兰只以为儿子去了学堂 中午却不见他回来吃午膳 只得要求高妈妈去喊 高妈妈跑了一趟 回来却说 先生讲大难 今日并未去上学 惠兰一听 好不着急 又求人到各处寻访 却始终不见儿子的踪影 到了晚上 大难仍旧没有回来 惠兰痛哭了一场 彻夜难免 之后又找了六七天 还是音讯全无 惠兰暗想 难道这孩子去寻他父亲了 只是他小小年纪 又从未出过门 又没有盘缠 山高水远 能去哪里寻 不说 惠兰在这里肝肠寸断 却说那孙氏得知了此事 暗中欢喜不已 眼睛咕噜一转 便打发了心腹来对惠兰道 家主消失了十年 不知是生是死 你儿子这一去 八成是让拐子拐去了 只怕也是回不来了 大娘子的意思 可怜你终身无靠 不如寻个人家改嫁了吧 惠兰一听就变了脸色 将来人赶了出去 孙氏听了心腹回话 冷笑道 既然不肯嫁人 我这里却没有饭菜 来养他这个闲人 从此不再供给一粒米 一文钱 惠兰见他断了日用 也不上门去闹 自己做些针线活换米 艰难度日 又过了四五个月 孙氏见他依旧没有嫁人的意思 便思量着用墙 但又怕李氏族人不一 于是请来父亲商议 孙甫音笑道 这有何难 交给我就是了 从李家出来后便去托媒婆 要他替惠兰找个人家 恰好有个不商 河南开封府人事 姓甲 要娶一个小老婆 便奖定了三十两银子的身价 约他晚上到李家抬人 当夜惠兰正要上床睡觉 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喊道 我们是乡林 找到小官人了 特地送回来 一听儿子找到了 惠兰欢喜不已 也不及辨别真假 也不曾提防 连忙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谁知门一开 外面一窝蜂涌进来许多人 不由分说把他拖出去推到轿上 抬了便走 惠兰正欲呼救 却被同城的两个妇人堵住了嘴 一直走了四五十里路 来到一个镇上 叫子停在一间酒店门口 几个妇人把他扶下来 又簇拥着走到屋里请他坐了 惠兰惊魂未定 可怜巴巴地看着众人 不敢出声 众妇人纷纷来劝他道 小娘子有福了 娶你的甲园外家财万贯 待人也和善 从今可安心跟着他到河南去享福了 惠兰明白了怎么回事 一句话也不讲 只是默默地掉眼泪 天亮众人散去 惠兰见四下无人 正要寻条锁子自尽 却见一个男人从外面夺了进来 想来 想来此人就是那甲园外了 果不其然 那人一进屋就走近身来 张开双臂要来搂他 惠兰又急又气 一扭身逃了出去 慌忙间跑到了厨房 见灶台上有把菜刀 提起来二话不说就往脖子上一勒 顿时血如泉涌 人也晕倒在地上 跟来的甲园外一瞧这光景 被吓得半死 连忙失旧 索性慌忙间力道不大 割得不是很深 敷了金疮药 止住了血 又用棉布把伤口包扎好 这才将他抬到床上休养 调理了几天 惠兰方才慢慢恢复过来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以我做什么 若要我改嫁 终究还是要走这条路的 何必多此一举 甲园外皱着眉头道 你性子这般烈 我也不好相强 可你家大娘子并不能容你 我就是放你走 恐怕也是无处可去 惠兰道 若能送我到尼安 相伴清灯古佛 了却此残身 感激不尽 甲园外闻听此言 拍手笑道 有了 你且同我到了河南 那里有个和我一样的不伤 天生有毛病 不能人道 只是要寻个女人帮她缝缝补补 操持下家务 你若跟了她 可不就和做尼姑一样吗 况且 我在你身上也费了些银子 怎么也要找不点回来 小娘子 你看如何 惠兰见她说得诚恳 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当下甲园外收拾起行李 带着她前往河南 不一日到了汴梁 甲园外 让人换来一城轿子 抬着惠兰 亲自送她去那部商家里 到了地方 惠兰下轿一看 叫了声 我是在做梦吗 说完 眼泪就掉了下来 那迎出来不伤 也是瞠目结舌 盯着惠兰看了半赏 才聂如这喊了一声 娘子 原来 这不伤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了十年的李莫白 当初她受气不过 离家出走 来到河南后 为了虎口 先教了几年书 后来攒了一点银子 便做起了不匹生意 如今在这里 也挣下了不少的家业 别人问起 她为何这么多年也不回家 李莫白便说起孙氏的杜汉 自己不想回去受气 那甲园外是认识她的 但说她不能人道 却是假话 她这样说 无非就是要把惠兰骗来 因为先前花了银子 不想就这么打了水漂 所以 便思良把她送给李莫白 不管她要不要 好歹落得个人情 谁知 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让这对夫妻意外团圆 当下两人抱头大哭 倒把不知情的甲园外 吓了一跳 等心情稍稍平复后 李莫白讲了她和惠兰的关系 之后又问起甲园外 怎么会把她带来 甲园外只得讲了实情 有些尴尬 满含歉意地说道 小弟伟实不知是你的小妾 先前多有得罪 还请尊兄多多包涵 李莫白不但不以为怪 反倒一个劲的道谢 当下又取出三百两银子 来给她当谢礼 恭恭敬敬地将她送了出门 回屋和惠兰续起别情 难免又是一阵悲喜交加 等到惠兰说起大难 才知自己竟然有个儿子 又听闻她小小年纪 就出门寻父 不知去向 眼泪又止不住地往下掉 换人取来笔墨止咽 写了寻人告示 刻印了几百章 叫人到各处去粘贴 但天下如此之大 茫茫人海 且不说大难会不会来河南 就算来了 能看到告示的机会 也非常渺茫 过了一段时间 儿子依旧音讯全无 惠兰自从吃了那些千辛万苦 身子骨也不好 时常生病 见丈夫才三十多年纪 便劝他另取一切 李莫白却连连白手道 罢了 罢了 若是像陈氏和你这般贤惠还好 万一再遇着个泼妇 我和你都要受气 还是断了这个念头的好 惠兰又劝道 前番孙氏是正妻 因此才敢对我百般欺辱 如今买一个小妾来 料想不敢放肆 儿子没有着落 总不可能要你绝后 李莫白被他日日纠缠 只得勉强答应 走出去让人帮着留意 说要买一个妾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年轻的 那些朋友都笑他道 人家娶妾都要年轻貌美的 你倒好 天早那年纪大的 李莫白只是笑笑 也不辩解 过了大半年 有个朋友带着一个妇人来拜访道 按你的要求寻到一个 有三十多岁年纪了 李莫白让他带上来看看 一见之下便傻眼了 正是无巧不成书 这买来的妾不是别人 正是那孙氏 李莫白惊骇莫名 盲问朋友道 这人从何处得来 原来孙氏自丈夫走后 受不了独守空房的寂寞 早就想着要改嫁 只是碍于惠兰一个妾都守着 实在有些不好形式 后来便设计卖了惠兰 清除了障碍 回家同父母一商量 孙父便叫他去变卖李家的田产 好在李家族人得利 出面阻止才没有让他得逞 只是收拾了一些手头的东西 约有千来金 一并带回了娘家 恰好有个客商 七十多岁年纪 封闻孙氏嫁妆封后 便托人上门求亲 孙父起初嫌他老 不肯答应 那客商便让没人带话道 倘若亲事能成 另外送五百两白银 给丈人买酒吃 孙父一听 有银子拿 当即把女儿给卖了 至于他从李家带出来的财物 自然也全部捏在了手中 客商顺利将孙氏取进门 却见他身无常物 心中老大不快 起初社区那五百两 为的就是钓肥鱼 没曾想落了个空 本就气闷 再加上孙氏还嫌他老 不会风流 终日没事找事和他闹 吵得不可开交 好不烦恼 碍于他父亲是个难缠的恶棍 只得强自隐忍不发 等到货物发卖完 便收拾了行李 带着孙氏回重庆 在路上走了两天 远离了太原 晚上住下后 客商拉下脸皮 把孙氏好一顿毒打 此后只要敢放肆 客商就不惯他 自己年迈打不动 就吩咐下人待劳 这天到了四川街上 在饭店里遇到个河南客人 也就是李莫白的那个朋友 见到打得可怜 就劝客商道 既然他不愿跟你 打死了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不如把他卖给人作妾 也可消了你这口气了 就这样 李莫白的这个朋友 便花了二十两银子 把孙氏买了回来 因不晓得他们的关系 见好友问起 于是就把客商说的话 复述了一遍 至于孙氏的各种丑态 更是描述的会声会色 李莫白面无表情 谢了那个朋友 转头吩咐孙氏道 既然来了 跟我进去给大娘子见礼 孙氏见到丈夫时 已经被修得无地自容 跟着他走进屋去 一看大娘子又是惠兰 越发羞地想 找个地洞钻下去 惠兰也是大吃一惊 便问丈夫怎么回事 李莫白哈哈大笑道 这就叫皇天有眼 如今你做妻 他做妾 看来是老天要他来还债的 随后便给惠兰 讲起了来龙去脉 叙述的时候 故意盯着孙氏 弄得他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 说完后 李莫白又让丫头们摆了两把椅子 自己拉着惠兰坐下 叫孙氏拜见 孙氏不肯 李莫白沉下脸来道 我今日是买妾 不是娶妻 不要一点规矩都没有 当我不会打人吗 说完让人取来一根竹杖 惠兰拼命劝阻 李莫白却将他按回去做好 自己则照着孙氏腿上就是一棍 恰好打在旧伤上 痛得他哭爹叫娘 连忙跪下拜了起来 惠兰要跪下去还礼 却被丈夫拉住道 万万使不得 如今你是妻 她是妾 没有这规矩 再说 你不记得当初她是怎么对你的吗 惠兰无言以对 但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倒是李莫白觉得还不解气 每晚和惠兰对饮食 就让孙氏捧着酒壶 站在一旁伺候 不觉又过了五六个年头 一日 李莫白买了几块地 却因此惹上了官司 被汴梁城中一个恶棍告到了衙门 诬陷他不付买地的银子 状子递到了巡抚大人那里 这巡抚是四川人 姓陈 只有十六七岁 放下状子二话不说 竟吩咐手下把原告给锁了起了 众人虽不解 但也只得照做 当夜约莫二更十分 李莫白和惠兰已经睡了 忽听见外面叩门 家童进来报道 巡抚老爷来了 夫妻两个大吃一惊 不知所为何事 连忙起身出去相见 还没走出卧室 只见巡抚已经走了进来 慌得他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惠兰盯着那巡抚目不转睛看了一会 怯生生地问道 你是大男吗 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 扑过去一把抱住喊道 我的儿啊 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 巡抚也哭了起来 跪倒在地就拜 李莫白和惠兰把他扶了起来 问起他十岁那年离家后去了哪里 为何如今做了官 怎么又姓陈 巡抚便从头说起道 孩儿那日出门身边没钱走了两天便饿倒在路边 之后有人给了我两个馍馍 吃完后就觉得昏昏沉沉 神志不清身不由己跟着他走 也不知过了几天 等清醒过来时 孩儿已经被拐到了陕州 迈在一个寺庙里做了徒弟 好在后来遇着个四川客人叫陈洪恩 他可怜孩儿花钱将我赎了出来 之后带着孩儿来到成都 一面让我读书 一面替孩儿寻访父亲的消息 这一晃就过去了数年 却一直没有父亲下落 派人去给母亲报信 却又得知母亲被人抢走 生死不明 也是天可怜见 孩儿侥幸中了进士 圣上特受了这河南巡抚之职 到人才不过两三天 正要寻访父母的消息 恰好接到一张壮旨 见到父亲明慧 孩儿便差手下先来打探 老天有眼 不但寻到了父亲 没曾想母亲也在此 说完又跪下来拜了父母 一家三口抱住哭成一团 可笑那没廉耻的孙世本 已经睡下了 听见有这一事 也披了衣服 来到门口探头探脑 李莫白一见他 气不打一处来 忍不住破口大骂道 都是你这恶父 害得我们一家骨肉 分离这么多年 今天才得团聚 你如今又鬼鬼祟祟的来看什么 诉不完的离别之情 一家三口 你一言我一语 只讲到天亮 连那些丫头家仆 也替他们开心 各个欢声笑语 好不快活 之后巡抚把父亲的案子交给了地方官 查明果然是恶棍诬告 被依法查办 之后又修本奏之朝廷 求改回籍惯性事 不一日 圣旨传道 许他恢复理性 又刺明孝章 仍任河南巡抚 在他妇任之前 已经派了人去四川迎接恩人 这天陈红恩到了 父子二人拜谢了他的恩德 将他请在私宅住下 每日殷勤招待 陈翁见他 找到了父母 也替他高兴 在河南盘缓了一段时间 陈翁辞别 李孝章百般挽留不住 打算厚赠 可陈翁本是大富之家 对财务并不在意 所以婉言谢绝 李孟白一家三口 只得挥泪与他告别 说好来年 登门拜访 李孟白背景离乡多年 日日想着回太原寄扫坟墓 起初还担心孙父难缠 如今儿子做了大官 腰杆瞬间值了许多 便和妻儿商议起回故里的事 李孝章得知父亲心意 便上表告假一年 圣上恩准了 一家人回到了太原 族中都来道贺 听闻了他家夫妻父子诸多其事 无不泽泽称奇 先前孙氏要卖的田产 族人阻拦后一直替他们保管到现在 如今自然要物归原主 谁知李孟白却不收 反倒当场分给了众人 族人们没有一个不高兴的 又闻得孙家自从女儿改嫁后 不知哪里来的一伙强盗 晓得他家里有一千五百多两现银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闯进去把他一门杀尽 财物也袭捡一空 李孟白和惠兰听了 沉默不语 谁知孙氏却在一旁拍手笑道 活该 把我一千多两银子谋夺去 遭报应了吧 亏他说得出来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了 李孟白和惠兰对视了一眼 摇了摇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里的事处理得差不多后 李孟章备了一千两白银 礼物若干 亲自上门去看望先生 恭恭敬敬 拜了三拜 谢他当年的恩德 明朝末年 在顺安县内有一个叫董大牛的男子 他从小就力气惊人 那饭量更是厉害 一顿要吃十多个包子 可家里的爹娘却是叫苦连天 要知道 董家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家中一共有四个孩子 大牛年纪最小 可他却是最能吃的 这一年下来 家中别说攒钱了 就连吃饭都要跟乡亲们借钱 董老汉对着妻子说道 你说大牛这孩子怎么就如此能吃 咱家这条件是养不起他了 他年纪又还小 这日后可咋办啊 文言 妻子也是叹息道 若是能把儿子送到人家去做学徒就好了 咱不图他能挣到钱 只求能够吃饱饭 别耽误了 长身体就够了 听到妻子的话 董老汉眼前一亮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不过他转念一想 就凭儿子的饭量 估计也没有谁家愿意留下他 就在夫妻俩为此事犯愁的时候 城里的张铁匠竟主动地上门收徒了 他表示 大牛这可是天生神力 是个打铁的好苗子 所以他准备收下大牛做义子 将自己的记忆全都传授给他 如此好事可把夫妻俩给高兴坏了 于是便赶忙将大牛喊来让他拜见张铁匠 要知道张铁匠的手艺十分出名 有多少人争着抢灼响 拜他为师都没有机会 没想到大牛竟然如此幸运 大牛虽然年幼 但也知道机会十分的难得 便跪在地上给张铁匠磕头道 大牛给义父请安了 见状张铁匠心中大喜 连忙上前将大牛扶起说道 快快起来 我的好大儿 你放心 跟着义父你的将来不可限量 就这样大牛便跟随张铁匠来到了城里 张铁匠生意一直很红火 所以这些年积攒了不少的积蓄 平日里每顿都会给大牛做上一碗肉菜补身体 还让大牛放开了吃 只有吃好了才能打好铁 大牛心中感动 要知道他在家里一直在压制自己的饭量 别看他年纪小 却十分的懂事 他知道自家条件不好 所以从来都是吃个半饱就不吃了 如今听到义父叫他放开吃 大牛自然是不再客气 不一会桌上的饭菜就都被他吃光了 就在此时一个和大牛差不多大的男孩走了进来 张铁匠连忙介绍道 风儿 快来见见你的大牛弟弟 以后你们二人要互帮互助 你千万不能欺负他知道吗 原来此子名叫张锋 他并不是张铁匠的亲生儿子 而是他意外从外面捡回来的 见到这孩子被父母抛弃 他便将孩子留了下来 张锋见到自己有了个弟弟 心中也是极为的欣喜 这样他以后可就有完伴了 再也不会那么无聊了 由于年纪相仿 很快二人就打成了一片 平日里张铁匠宫活很忙 所以他就让张锋和大牛待在自己身边观摩 让他们帮着打打下手 并交给他们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张锋性子活泼 很快就没有了耐心 经常会偷偷跑出去玩耍 可比他年幼的大牛 却显得格外的沉稳 对于义父的指点他 全都熟记于心 让张铁匠甚是满意 张铁匠早就知道张锋不是个做铁匠的料子 所以对他也就不再过多的约束 只要把大牛给培养出来 将来靠着这间铁匠铺子兄弟俩也能过得很好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如今的兄弟俩早已经长成了大小伙 尤其是大牛 现在的他就好似脱胎换骨一般 一身强健的肌肉令人称奇 这些年来经过张铁匠的不断培养 大牛的打铁技艺早已经炼得炉火纯青 由于张铁匠也上了年纪 力气大不如前了 现在抡上几下大锤就会气喘吁吁 所以只好退居二线 将这力气活交给了大牛来做 张锋因为贪玩成性 到现在都没有学好这打铁的技艺 不过他头脑精明 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所以张铁匠便将这店铺交给了张锋来打理 不成想这张锋还真的有一定的天赋 如今店里的生意要比之前好上许多 看到两个儿子都各有本事 张铁匠心中也是欣慰不已 想到他们都已经到了娶妻的年纪 自己这些年来积攒了不少的积蓄 便准备拿出来为二人操办婚事 当张锋知道此事之后 不禁心中大喜 他见到别人成双成对的早就有了娶妻的想法 反观大牛 却没有过多的激动 在他看来 自己正是学艺的年纪 所以对娶妻并没有太过在意 见到二人同意 张铁匠便托媒人给他们说亲 要知道张铁匠在城里名气也算不小 这些年来 他一直是自己一人从未娶妻 想必定然积攒了不少的积蓄 若是做了张家的媳妇 这往后的日子定然会好过许多 在城里有一个理财方 此人做生意偷奸耍华 经常会少给客人布料 或者以次充好 以此来牟利 当乡妻们知道后便很少会来找他做衣服了 如今这店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若是再想不到办法 恐怕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李裁缝有一个女儿名叫李湘菊 此女名艳动人 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如今刚好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这周围追求她的男子都恨不得挤破了脑袋 可是李湘菊挑了许久都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郎婿 只因为这些男子大都是些普通家庭 凭借自己的美貌 哪怕嫁个富贵人家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她怎么会嫁给这群臭鱼烂虾过苦日子 因此直到现在李湘菊都没有嫁出去 李裁缝也想着让女儿嫁进富贵人家 这样她也就能跟着沾沾光了 可是人家富贵人家娶媳妇都讲究个门当户对 谁会看得上她一个穷丫头 就在妇女俩为此犯愁之际 便听说张铁匠为儿子招亲的消息 李裁缝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要知道她与张铁匠可是老相识了 这张铁匠的生意不知比自己家好了多少 而且她只知道挣钱不知道花钱 这家里的积蓄定然不少 即便是比不上那富贵大家 但也比一般的人家好上许多 当李湘菊知道后也是心中一喜 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可是张铁匠有两个意子 他到底要嫁给谁好呢 只听李裁缝说道 那大牛天生神力 传承了张铁匠的记忆 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文言李湘菊不禁撇嘴道 爹爹 我才不想嫁给那傻大哥呢 我看还是老大张锋不错 这店铺平常都是他来打理 说不准以后这店铺就是他自己的了 那大牛傻乎乎的可差远了 听到女儿的话李裁缝也是微微点头 他开口道 那好 既然你相中了张锋 明日你便随我去张家 相信凭我女儿的姿色定然能够拿下那臭小子 第二日上午 李家妇女便来到了张铁匠家里 张铁匠得知李裁缝的目的不禁微微皱眉 他与李裁缝相处多年 自然是知道他的人品 所以张铁匠并不想同意此事 就在张木匠犹豫之时 大儿子张锋突然走了过来 当他见到李秋菊时不禁愣在了原地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貌的女子 一下子就心动了 见状李裁缝连忙说道 这位就是张公子吧 今日老夫来此 就是为了将小女婿配给你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文言张锋心中大喜 没想到这美貌女子竟然是自己的相亲对象 于是张锋便赶忙上前行李道 在下正是张锋 不满老伯 小子对另女一见钟情 愿意答应这门婚事 听到张锋的话 父女俩脸色一喜 既然张锋答应了 就好办了 于是李裁缝便说道 张老哥 既然孩子们都同意 你看这亲事 要不就此定下 此时张锋也上前说道 还请父亲成全 见到如此一幕 李裁缝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他便点头道 我也不是个古板之人 既然两个小辈同意了 那这婚事就定下吧 文言李裁缝心中大喜 于是在双方的商量下 终于是定好了婚期 很快就为他们操办了婚事 自打两家联姻之后 李裁缝便让女儿问张家 借了不少的银两 终于是保住了自家的裁缝铺子 张铁匠对此也颇为无奈 就凭李裁缝那做生意的态度 想必撑不了多久 就又会找自己借钱 一想到这他就一阵头疼 若是将来大牛成亲 绝对不能再让他找一个如此的拖累了 可说起大牛来 也甚是奇怪 没人都已经给他说了好几个女子了 其中不乏有些美貌过人的美女 可大牛却一个都没有看中 于是张铁匠便将大牛喊到身前问道 大牛 你大哥都已经成家了 现在就只剩你了 城里的女子这么多 难道一个都没有你能看中的吗 只听大牛摇头道 不满意腹 这些女子 接近我都是看中了张家的积蓄 对于这种别有所图的女子 我宁可不要 文言张铁匠不禁一阵苦笑 没想到大牛看起来憨憨的 心地却如此的细致 也罢 这婚姻之事本就不是强求的 一切随缘便好 这天 大牛扛着几个刚打好的铁铲来到了集市上 这是城里的徐老伯要的 因为徐老伯上了年纪 所以大牛便主动地给他送回家去 铁匠铺子在城东头 徐老伯家却住在了城西头 大牛走了好一会功夫 这才到了 此时 徐老伯的大门虚掩 大牛也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不料刚到了院子里 就听见了阵阵女子的哭声 大牛心中一惊 难不成是徐老伯出事了 于是 大牛赶忙来到了屋子里 只见徐老伯果真是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而那哭声 正是身旁的年轻女子发出的 女子见到大牛脸声 他便开口问道 你是何人 来我家里做什么 大牛连忙硬道 我叫大牛 是张继铁匠铺的 前些十日 徐老伯在我那打了几把铁铲 今日我特地给他送过来 不知徐老伯这是怎么了 文言 女子不禁鼻子一酸 竟又是哭了起来 大牛从来没有跟女子打过交道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 许久之后 女子这才开口道 爹爹前几日就病复发了 没想到这次来得更加凶猛 据郎中所说 要想治好爹爹的病需要一大笔银两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就掏不出钱来 所以父亲便让我为他准备后事 看到女子哭得如此伤心 大牛心中很是不忍 要知道徐老伯可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虽然跟他仅仅打过几次交道 但是大牛对他还是很敬重的 于是再三考虑之后 大牛便开口道 姑娘 徐老伯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心去治 银两的试包在我身上 文言女子不可置信地望着大牛 她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大牛点了点头 随后便从怀里掏出了几两银子递了过去 大牛说道 这银子你先用着 不够我再回去拿 我一定会帮你救活徐老伯的 握着手里沉甸甸的银子 女子心中无比地感动 她连忙跪在地上给大牛磕头 大牛将女子轻轻扶起 示意她赶紧去请郎中 莫要耽误了徐老伯的病情 很快 郎中就开始为徐老伯医治 据郎中估计 若想要治好徐老伯的病 最起码要花费一百两银子 这可是一笔巨款 不过大牛却不以为然 既然他答应了会治好 徐老伯就不会食言 于是大牛便回了铁匠铺子 恰好赶上吃午饭 在饭桌上大牛 就将今日之事说了出来 不料还不等义父说话 一旁的嫂子就先开口道 此事绝对不行 这银两也太多了 又不是咱们自己人 怎能为了别人搭上这么多钱 文言张铁匠也是眉头紧皱 这银两的确很多 要知道他积攒了一辈子 也才攒下二百两银子 这一下就要花去一半 他自然是有些纠结 可大牛却开口道 嫂嫂 这钱算是我先借你们的 以后你们从店铺里扣就是了 可嫂子却仍然不愿意 谁知道这店铺 每年能挣多少 万一赔了呢 他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可是大牛却铁了心了 要救人 最终嫂子便提出了一个注意 不如趁着这次机会两兄弟分家 省得以后因为银两之事闹得不愉快 张铁匠也没有想到会成了现在的局面 可如今也只有分家这一条路能走 所以张铁匠被逼无奈只好同意了 这家里的银子还好说 兄弟俩一人分一百两 可是店铺就只有一间 这可怎么分 后来张铁匠想出了一个主意 只见他掏出了一本秘籍 上面记载的就是这打铁的记忆 张铁匠说道 一个是铁匠铺子 一个是这本秘籍 具体怎么分 你们两兄弟自行商量吧 只听李秋菊笑道 我看哪 这秘籍还是给大牛为好 大牛记忆本就高超 有了这本秘籍日后定然能飞黄腾达 这店铺可就差多了 搭理不好可是要赔钱的 谁让张锋是大哥 这亏就让他来吃吧 文言大牛直接就答应了 见状夫妻俩脸色一喜 张铁匠见到两兄弟没有异议 所以便按照他们的决定分了财产 随后大牛便带着银两来到了徐老伯家 此时徐老伯已经醒了过来 他已经听女儿说了事情的经过 心中对大牛十分的感激 徐老伯开口道 大牛你是个好孩子 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长了 不要再为我花费银两了 可大牛却摇头道 徐老伯 我大牛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大 你放心 银两我已经凑到了 你就放心的治病吧 文言 徐老伯心中感动 他连忙将女儿招了过来说道 大牛 这是小女彩莲 我们妇女欠你的太多太多 所以我打算把彩莲许配给你 让她来报答你的恩情 听到徐老伯的话 大牛不禁脸色一红 其实他早就对彩莲有些好感 当时看到他哭泣的时候 大牛就有一种将他搂进怀里的冲动 如今能够娶彩莲为妻 他自然是在高兴不过了 于是大牛便说道 徐老伯你放心 我大牛是个老实人 等彩莲嫁给我后 我一定会真心待她 绝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就这样大牛便带着彩莲去见了义父 义父对彩莲也很是满意 于是便为二人定下了婚事 待到大婚之日 大牛的父母和兄长都来到了城里 场面十分的热闹 在大家的祝福下 两位新人终于顺利地成婚了 婚后夫妻俩便一起开了一间铁匠铺子 虽然铺子比以前的小了许多 但是大牛在这就是招牌 乡亲们早就认准了他的记忆 所以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可是在看大哥的铺子却生意惨淡 好几天都没有见来过一个客人 只因他们换了打铁的师傅 而且收费也比之前高了许多 因此渐渐地就失去了人气 兄弟俩住在同一个宅院里 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可是自打分家之后 张峰就看他越来越不顺眼 认为是他抢了自己的生意 这天晚上张峰和妻子早早地便熄了灯 只听张峰开口道 这样我已经买来了 你找准机会就给他用上 我们这次一定要将秘籍得到手 李秋菊点头道 你就放心吧 正所谓无独不丈夫 等他一死 我们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这天彩莲刚一睡醒 便发现丈夫竟然还在熟睡 要知道丈夫平时可都是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今日为何如此的反常 于是他便准备叫醒丈夫 可等他触摸到丈夫的身体时 不由的脸色大变 他发现丈夫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 而且一丝温度都没有 他伸出手在丈夫的鼻尖一探 发现丈夫竟已经没了呼吸 吓得彩莲连忙喊人来帮忙 很快大哥大嫂就闻声赶来 看到大牛没有了气息 二人赶忙去请了郎中过来 可郎中却表示大牛已经死去多时了 让他们准备后事 闻眼彩莲直接是两眼 一黑晕死了过去 多亏了家里有哥哥嫂子主持大局 这才给大牛操办了后事 由于大牛生前人缘极好 所以乡亲们全都过来祭拜 由于乡亲们太多 张家把外面的街道上都摆上了桌子 这才让人们坐下 就在彩莲为丈夫守灵之时 突然一股恶臭袭来 让彩莲不禁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老乞丐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 彩莲开口道 老博士饿了吧 彩莲这就去给你打些饭菜过来 闻眼老乞丐连忙道谢 不一会彩莲就带着饭菜回来了 老乞丐接过饭菜 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等到他吃干抹净之后 便对着彩莲说道 你的丈夫并没有死 你们这是办的什么后事啊 闻眼彩莲大惊 他连忙问道 老博 可我的丈夫明明都没有气息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只听老乞丐一脸什么地说道 天机不可泄露 你只需按我说的去做 便可以救你的丈夫了 说吧 老乞丐就对着彩莲低语了几句 彩莲是越听越心惊 心中的愤怒更是达到了顶峰 不过却被他压制住了 待到夜幕降临 劳累了一天的众人 早早地就睡下了 在夜里三更之时 张峰却偷偷地溜进了彩莲的屋子 张峰见彩莲还在熟睡 他心中不禁一丝窃喜 随后便在屋子里不断地翻找 目的就是为了找出秘籍 把他据为己有 可是彩莲却猛然坐起 吓得张峰连连后退 彩莲冷声说道 我早已等你多时了 话音落下房门 突然被人猛然踹开 只见一队官兵走了进来 将张峰给抓到了官府 张峰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竟然还是被人给识破了 于是在县令的严加审问下 张峰终于承认了毒害弟弟的事实 于是彩莲赶忙带着解药去给丈夫服下 过了约莫一个时针 丈夫果然活了过来 原来这毒药会让人陷入假死的状态 幸亏有老乞丐相助 这才让大牛逃过一劫 为此张峰夫妇都被打进了死牢 受到了二人应有的惩罚 自此以后 大牛和彩莲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不久后 二人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明朝末年 在成安县景河镇内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 父亲李老汉是村子里有名的猎户 当年找他拜师学艺的人是数不胜数 李老汉靠着自己的捕猎本事 挣了不少的银两 也因此娶到了邻村的村花王室 夫妻俩十分的恩爱 很快王室就为李老汉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李天 可就在李天十岁这年 李老汉在一次捕猎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他预判失误 竟然遭遇了狼群 导致好几个学员都惨遭咬死 而且李老汉的双腿也被咬得血肉模糊 幸亏山下的乡亲们及时赶到 这才将李老汉等人救了出来 李老汉由于失血过多 已经晕死了过去 等到他醒来发现 自己的双腿已经没了 看到自己成了个废人 李老汉也是心中崩溃 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些死去学员的家属便将他告到了官府 最终李老汉被逼着拿出了全部的积蓄来补偿众人 也因此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妻子见到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竟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只剩下了年幼的儿子和残疾的李老汉艰难生存 由于李老汉下不了地 所以这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李天身上 别看李天虽然是个孩子 可他却没有抱怨过一句 而是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 懂事地让人心疼 乡亲们见到李天可怜 于是便带着他上山砍柴 都会特意地照顾他一些 就这样在李天的努力下 父子俩便这样艰难地度日 转眼间李天就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如今的他早已经退去了当年的青涩 靠着自己的一身力气 让家里的日子也是好过了不少 见到儿子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于是李老汉便打算托乡亲们给他说门亲事 可是乡亲们知道后都连连摇头 在李老汉的追问下乡亲们便说出了实情 原来李天的条件并不算差 只不过那姑娘们听说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 谁也不愿意嫁过来伺候人 所以根本就没人肯嫁给他 闻言李老汉也是心中一紧 没想到竟然是自己拖累了儿子 于是当儿子送来汤药时 李老汉便开口道儿啊 爹耽误了你大半辈子 连个媳妇都娶不到 这药我不喝了 只有等我死后你才能娶上媳妇 听到父亲的话 李天赶忙说道 爹 孩儿才不娶媳妇呢 孩儿只求你能好好的就足够了 在李天的不断劝说下 李老汉也是心生感动 于是便将这汤药给喝了 其实他并不是怕死 而是他不愿意留下儿子 自己一人在这世上 这天 李天从山里砍柴回来 刚一进村 就被乡亲们给喊住了 一个大娘开口道 李天 你快回家看看 你爹就要不行了 现在也就剩一口气了 闻言李天不禁浑身一颤 于是他便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了家里 只见夫妻此时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了 此时乡亲们早已经帮着喊来了郎中 郎中表示已经没救了 就算是大罗神仙也就不活他了 随着郎中离开 李天赶才跪在父亲身前哭泣道 爹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还要看着我娶七生子呢 只听李老汉虚弱地说道儿啊 等我离开后 你便去临县找一个叫周己民的木匠 拜他为师 当初我对他有恩 想必他不会拒绝的 闻言李天却摇头道 爹 你别说了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守着你 可是李老汉在说完这些话后 便再也支撑不住了 很快就彻底断了气息 见状李天便趴在父亲身上痛哭了起来 随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这才将父亲给下葬了 想到父亲临终前的主妇 于是李天便收拾好了行李 去了林县 本以为寻找周木匠 需要费上一番周折 不料周木匠在这里很是出名 很快李天便找上门去 当周木匠得知李天的身世后 也是浑身一颤 只见他眼眶微微湿润道 没想到李老哥竟然已经离世了 当初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若不是他在那夜兽嘴里就吓了我 哪里会有我现在的日子 既然你是李老哥的儿子 那日后就留在这里学艺吧 文言李天也是心中一喜 于是李天便跪在地上 给周木匠行了拜师礼 要知道周木匠记忆非凡 在这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拜他为师都被拒绝 所以乡亲们 见到李天被周木匠收为徒弟 全都羡慕不已 周木匠在之前已经收下了一个徒弟 名叫张涛 这张涛头脑灵活 天赋很高 让周木匠很是看重 平日里这店铺里的工活也都是交给他来做 算是磨练他的技艺 李天对自己的这个师兄很是尊敬 在他面前始终是低调做事 可即便如此 张涛对李天仍然是没啥好态度 而且还总会故意刁难他 李天憨厚老实 便也没有与他一般见识 周木匠的妻子去世得早 只剩下一个女儿与他相依为命 女儿名叫周书娟 如今刚刚到了破瓜的年纪 长得是明艳动人 在城里不知有着多少追求者 可周木匠对女儿管得很紧 这些年来周书娟除了张涛 基本上都没跟别的男的说过话 见到李天到来后 周书娟便时不时地过去找他聊天 不知为何周书娟只感觉李天身上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比起张涛来要好相处了不少 于是二人只见的感情也是快速地升温起来 周木匠发现李天的天赋虽然不及大徒弟张涛 但是他性子稳重 做事认真 也足够刻苦 每天都会自己磨练到夜里才会睡去 想必他将来定然会有一番成就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如今的李天在木匠方面已经发生了蜕变 他的手艺已经没有问题 现在就只是经验还稍稍欠缺 不过这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天周木匠突然开口道 如今我已经上了年纪 再也干不动这木匠活了 而我也没什么能教你们的了 我准备让你们出师 文言张涛连忙开口道 师父 我不走 我要留下来伺候您老人家 听到张涛的话 周木匠也是心中感动 于是周木匠便开口道 我一个老头子哪里需要照顾 日后我会替你开一间店铺 到时候你定然要好好努力 莫要偷奸耍华走入歧途 文言张涛不禁一愣 随即便不再说话 看来师父还是很疼爱自己的 竟然要为自己开一间店铺 凭借他的手艺 将来定然是不愁吃喝了 就在此时 周木匠便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李天 只听周木匠开口道 天儿 你如今家里也没有别人了 不如就留我这里 日后这店铺便交给你来打理了 而且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如我将书娟嫁给你如何 文言李天不禁浑身一颤 他连忙开口道 多谢师父台爱 只不过书娟如此美貌 而我不过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我怕自己配不上他 还未等周木匠开口 一旁的张涛便急了 他开口道 师父 论天赋论能力我都比这小子强 依我看师父 还是将书娟妹妹嫁给我吧 其实我早就对书娟倾慕已久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不料师父却摇头道 此时我已经有了决定 书娟只能嫁给李天 此时就这么定了 你们没事就退下吧 见到师父离开 张涛不禁将怒火撒到了李天身上 张涛怒喝道 你究竟在背后给师父灌了什么迷魂药 我哪方面比不过你 为何师父会将女儿嫁给你这个废物 见到师兄生气李天并没有与他争执 于是张涛气不过便去找了书娟 没想到书娟却开口道 我心里就只有李大哥一人 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你我之间只有兄妹之情罢了 听到书娟的话 张涛只感觉浑身都没有了力气 于是就在几日之后 张涛便见证了李天和书娟的爱情 而师父也按照约定为他在成熙开了间店铺 张涛便阴沉着脸离开了 其实周木匠对自己的大徒弟很是不放心 虽然他天赋不错 但是在做人方面却是太过苛刻 就怕他日后走歪了道路 自打夫妻俩成婚之后 李天便接过了店铺里的生意 在岳父的指点下 李天的记忆也是越来越好 再加上李天为人和善 这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可是反观那张涛 自打他自己做生意以来 经常会在做工时偷奸耍华 而且价格也是翻了数倍 虽然他记忆不错 但是渐渐的便很少有人来找他做工了 就在一年之后 周木匠便因为疾病而离世 在李天的安排下 便为岳父操办了丧事 原本以为张涛会过来帮忙 可他却知道这葬礼结束都没有出现过 淑娟不禁怒骂他白眼狼 连自己的师父都不来祭拜 后来夫妻俩听说张涛由于名声不好最终变卖了店铺 如今人也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否则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不久后妻子便查出有了身孕 这可把李天给高兴坏了 于是在夫妻俩的期盼下 周氏便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礼会 自打有了女儿之后 李天工作起来就更加的卖力 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妻女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天 李天突然接到一份供活 要去临线做工 他本想着推辞 奈何主家一再相邀 于是李天只好答应了下来 于是李天便收拾好东西出发了 由于路途遥远 所以李天便租了一辆马车 这一路上 李天需要穿过一座山林 可是这两天山里刚刚下过了雨 道路变得湿滑无比 因此李天只好放慢速度 可就在他路过一处山崖时 右侧的孤路突然就断裂成了两半 一下子马车就从山上滚落下去 而李天也是因此而丧命 几日后 一个过路的乡亲 发现了李天的尸身 于是便喊来了人帮忙 这才将李天抬回了家 周氏见到丈夫的尸身 不禁哭地晕死了过去 乡亲们见他可怜 于是便帮着他将丈夫埋葬了 如今这家里的顶梁住他了 周氏还需要照顾一个年幼的女儿 所以他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这家里的积蓄总会有花丸的一天 于是周氏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便接了些女工在家里做 虽然苦点累点 但是女儿就是他唯一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乡亲们见他可怜 便开始劝说他改嫁 可周氏对丈夫爱得很深 哪里肯嫁给别人 于是便谢绝了乡亲们的好意 这天周氏正在家里做工 突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竟然是那张涛 只听张涛眼眶失红地说道 书娟 你看看你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 如今李天不在了 以后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文言周氏却冷声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赶紧离开吧 可张涛哪里肯离开 他开口道 书娟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我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 如今也得到了教训 现在这木匠铺子只有我能撑起来 只要你嫁给我 将来我们定然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无论张涛如何劝说 周氏仍然是不为所动 看到周氏那冷淡的态度 张涛的脸色也是阴沉的吓人 于是张涛便上前一把将周氏给抱了起来 他竟然是要霸王硬上弓 周氏健壮 哪里肯让他得逞 于是便拼命挣扎起来 张涛见到自己迟迟未能得手不禁怒骂道 你若是再敢挣扎 我就把你跟那野种都宰了 到时候你们一家也就能在下面团聚了 你以为李天是怎么死的 真当我张涛好欺负不成 文言周氏不禁大惊 没想到竟然是张涛在背后捣鬼 就在这时 一旁的邻居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很快几人便将张涛给拿下了 于是便将他给送进了大牢 在县令的逼问下张涛只好乖乖招供 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转眼间女儿李慧就长成了一个明艳动人的大姑娘 比起当初的周氏都要漂亮得多 因此这十里八乡的男子全都争着抢着来提亲 可是李慧却没有嫁人的打算 所以才拖到现在 李慧平日里就跟着母亲在家里做做女工 日子还算是过得去 这天母女俩正在做工之时 突然一个男子扛着一大块肉走了进来 见状李慧连忙赢了上去 李慧开口道 王大哥 上次你送的肉还没有吃完呢 怎么就又送来了 男子名叫王顺 就住在李慧家对门 是个猎户 二人年纪相仿 从小就一起玩到大 所以二人只见的感情一直很好 只听王顺笑道 那肉不新鲜了 你们吃这块 是我刚打猎打来的 健壮周氏也是上前说道 顺儿快进屋喝口水吧 今天就别走了 我这就去烧饭 文言王顺也是笑着应下 这王顺其实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母亲在几年前染上了重病 父亲也是因为意外而离世 为了给母亲治病王顺氏 一天都不敢休息 可即便如此也没有留住母亲 如今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 等到吃过饭后 王顺便回去了 只听周氏开口道 慧儿 我看你与顺儿是不是互生好感 你看他的眼神 可是瞒不住我的 文言 李慧不禁脸色羞红 他不禁开口道 娘 其实我与王大哥早就私定了终身 只不过怕你不同意 才迟迟没有说出来 周氏不禁笑道 我哪里会不同意 顺儿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心地善良 是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 如今你们也老大不小了 找个机会便将这婚事定下来吧 文言李慧不禁心中激动 直接上前抱着周氏就亲了一口 周氏一脸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只要女儿能够过得幸福 他就知足了 第二日一早 王顺便上山捕猎去了 可一进山 他就看见同村的张浩鬼鬼祟祟地准备离开 王顺定睛一看 发现他身后竟然拖着一条被捆绑住的大蛇 而那大蛇的腹部高高隆起 显然是怀孕了 要知道在这里捕猎最忌讳的 就是捕捉怀孕的猎物 这可是猎户们全都明令禁止的 于是王顺便上前说道 张浩 你竟然敢公然违反规则 若是让别人知道了 恐怕你就再也别想进山打猎了 文言张浩不禁一惊 只见他一脸谄媚地上前说道 王兄 这大蛇我也是第一次见 定然能够卖上个好价钱 若不是他行动不便 谁能够抓住他呀 我卖了钱分你一半就是 可王顺却不为所动 在他看来 这可是造孽的事 在王顺的严厉制止下 张浩不禁怒骂一声 随即便扔下蛇离开了 见状王顺 赶忙上前把蛇身上的绳子解开 便将它放生了 让王顺没想到的是 这大蛇竟然对着自己微微点头 难不成这大蛇还通人性不成 等到王顺不列回家后 周氏便将他喊到了家里说道 顺儿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昨天惠儿已经把你们的事情告诉了我 我自然不会反对 只要你们能好好的过日子 我就知足了 文言王顺心中大喜 他连忙保证道 大娘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惠儿 绝对不会让他受一丝委屈的 于是第二日 王顺就将此时告诉了乡亲们 说三日之后就要迎娶礼会过门 乡亲们见到这小子竟然如此幸福 一个个的都是羡慕不已 可就在傍晚时分 一群壮汉突然就来到了周氏家里 那为首之人周氏认的 正是城里的恶霸胡三爷 此人十分的好色 凡是被他看中的女人 可都没有啥好结果 此时站在胡三爷身旁的 正是那张昊 张昊指着李慧说道 三爷就是他了 怎么样 我没有骗您吧 见状胡三爷不禁眼前大亮 原来张昊为了报复王顺 便偷着将李慧介绍给了胡三爷 胡三爷如此好色 看到李慧后 自然会强行霸占 只见胡三爷上前说道 小美人 三爷我看上你了 不如你跟我回去如何 将来我定然不会亏待你的 文言李慧赶忙拒绝道 三爷 我已经定下了婚约 后天就要嫁人了 还请三爷放过我吧 可胡三爷却笑道 那我岂不是来得正好 亏得早来了两天 否则白菜就要被诸拱了 说吧就让手下抓住了李慧 准备强行带走 周氏上前阻拦 却被一脚给踹晕了过去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之际 王顺便得到消息赶来了 看到如此一幕 他二话不说就对着几人发动了攻击 王顺身手极好 不一会的功夫就将这几个壮汉打翻在地 见状胡三爷也是额头冒汉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能打 于是胡三爷只好放下两句狠话逃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里胡三爷并没有再来 想必是得到教训了 于是王顺便如约举办了婚事 由于王顺人员不错 几乎全村的乡亲们都过来捧场 场面十分热闹 一直到了天黑他这才将客人全都送走 于是王顺便急匆匆地朝着洞房赶去 他可不能让妻子等急了 很快王顺便来到了洞房 此时妻子正端坐在床头 王顺只感觉自己浑身燥热 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上前与妻子亲热 可就在此时 王顺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恩人莫要靠近 我是你就吓得大蛇 今日有人要害你 你面前的妻子并不是人 而是一个假人 此时床下正藏着贼人 你若靠近便会被杀害 文言王顺不禁大惊 于是他便偷偷朝着床下望去 果然看见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于是王顺便抄起一旁的木棍缓缓缓靠近 就在此时 那床下之人便飞起攻击 可王顺早有准备 一棍子就将他给打晕过去 此时王顺才看清此人竟然是那张浩 于是王顺便将他抓到了官府 在县令的审问下 张浩只好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是被胡三爷派来杀害王顺的 为的就是霸占礼会 不成想竟然暴露了 最终胡三爷等人便都被抓进了大牢 后来王顺便在地窖里救出了妻子 当妻子得知此事后 也是一阵后怕 幸亏王顺心善救了那大蛇 否则可就危险了 自此之后 夫妻俩便一起开了煎豆腐房 生意是越做越好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万里年间 在富安县京河镇内有兄弟二人 哥哥叫王大富 弟弟叫王二贵 从小父母就因为意外去世 这些年来都是兄弟俩相依为命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为了能够吃饱饭 从小兄弟俩什么挣钱的活都做过 上山摘野果 下水摸杂鱼 有的时候还会去城里乞讨 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 乡亲们见到兄弟俩可怜 也经常会给他们拿些粮食和穿不到的衣物 所以兄弟俩对乡亲们十分的感激 如今二人已经长成了壮硕的小伙子 王大富跟着村子里的老猎人学了捕猎的本事 而老二王二贵则是跟着乡亲们上山砍柴 做了一个柴夫 在兄弟俩的努力下 家里的日子终于是好过了些 眼看兄弟俩都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可是却没有没人肯为他俩说美 虽然兄弟俩的家境相比之前好了许多 但是在村子里仍然是垫底的存在 所以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受罪 对此兄弟俩也是颇为无奈 这天 王大富一早就来到了山里捕猎 他检查了下昨天设下的陷阱 发现竟是连一只猎物都没有打到 不由得轻轻一探 这些年来猎户是越来越多 这山上的猎物都快被打光了 照这样下去恐怕自己一辈子都娶不到媳妇 于是王大富便准备继续深入 想要去深山里面试试运气 可就在他路过一处山洞之时 突然几声凄惨的叫声从里面传来 王大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看样子里面应该是有猎物 于是王大富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这洞口虽然很是狭窄 可是走了十来步 山洞就变得宽敞起来 王大富朝着前面望去 只见一条巨大的黑蛇正在与一只狐狸缠斗 那狐狸身上已经满是伤痕 可他就好似傻了一般 站在原地始终不肯离开 就在王大富心中疑惑之时 他突然看到狐狸的背后竟然有着数只小狐狸 原来这狐狸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见到这一幕王大富心中十分的感动 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王大富便决定帮助这可怜的狐狸 只见王大富将身后的弓箭用力地拉起 对准了那黑蛇的眼睛就是猛然一击 黑蛇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狐狸身上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王大富的存在 于是这道箭矢狠狠地刺进了黑蛇的眼睛 黑蛇吃痛在地上疯狂地挣扎起来 见状狐狸大喜 他抓住机会便对着那黑蛇发动了攻击 黑蛇为了自保 只好朝着山洞深处快速地逃去 带到黑蛇离开之后 狐狸竟是没有逃跑 反倒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了王大富的身前 只见他前腿一弯 竟是跪倒在了王大富的身前 见状王大富不禁心中大惊 看来这狐狸应该是有了灵智 想必这就是那传说中的灵兽了 于是王大富连忙说道 不必客气 你赶紧带着孩子离开吧 千万不要再被那黑蛇抓到了 话音落下 便见到狐狸人性化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带着孩子快速离开了 等到狐狸走远之后 王大富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也跟着离开了山洞 到了第二日午时 王大富刚刚打完猎准备回家 不成想在下山的路上见到了一个昏迷的女子 见状王大富连忙上前查看 只见这女子明艳动人 看上去就好似那城里的千金小姐一般 可王大富来不及欣赏 赶忙轻拍女子肩膀说道 小姐 醒一醒 醒一醒 在王大富的摇晃下 女子终于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王大富赶忙问道 这位小姐 不知你是哪里人 为何会晕倒在此啊 听到王大富的话 女子却突然抽气起来 如此一幕 可是将王大富给看傻了 这些年来 她还从未接触过女孩子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片刻之后 女子这才开口道 小女子将轻柔 由于家中出了变故 所以来这里投奔亲戚 不料亲戚早在多年前就搬走了 而我也被坏人盯上 将我卖给了一个老翁 做媳妇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 这才一路逃到这里 听到轻柔的描述 王大富不禁心中同情 于是她便开口道 轻柔姑娘 既然你无家可归 倒不如先在我家住下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听到王大富的话 轻柔不禁心中一暖 他连忙点头道 那就麻烦大哥了 轻柔日后 一定会好好报答大哥的 于是王大富便带着轻柔回到了家 当弟弟王二贵知道后 也对哥哥的做法很是赞同 由于家里只有两间屋子 所以王大富便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轻柔 他则是搬去和弟弟一起住 自打轻柔来了之后 平日里兄弟俩外出做工 而他则是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而且每次兄弟俩回家时 都能吃到美味的饭菜 让兄弟二人是赞口不绝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王大富和轻柔之间也是渐渐有了些别样的情愫 只不过二人碍于面子却迟迟不肯说出来 这天晚上 王二贵突然对哥哥说道 哥 我看轻柔姐和你就很合适 倒不如你们二人凑成一对 也算是成了一桩美事 闻言 王大富不禁苦笑道 你轻柔姐年轻貌美 凭借她的美貌嫁给那城里的富家公子都不成问题 就咱家这条件哪里配得上她 可王二贵却摇头道 轻柔姐明显就对你有益 大哥你为何就如此的愚钝 若是错过了这次姻缘 将来你后悔都没有用了 于是在弟弟的不断鼓励下 王大富终于是鼓足勇气找到了轻柔 只听王大富开口道 轻柔 通过这些时日的接触 我心中早就爱上了你 若是你不嫌弃 我愿意娶你为妻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闻言 轻柔不禁心中感动 他直接就点头道 轻柔心里也对王大哥倾慕已久 王大哥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轻柔愿意嫁给嫁给王大哥为妻 见到轻柔真的答应了自己 王大富激动得是浑身颤抖 于是第二日一早 王大富就将这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 而且组长还决定亲自为他主持婚礼 就这样王大富在家里简单地办了几桌酒席 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便迎娶了轻柔过门 乡亲们见到轻柔如此美貌 一个个的都夸王 大富有本事 成婚之后 王大富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许多 浑身就好似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干起活来也是更加的卖力了 见到哥哥有了如此的改变 王二贵心里是又高兴又羡慕 这天王二贵正在山上砍柴 突然一道呼救声从不远处传来 见状王二贵连忙拎着柴刀赶了过去 只见一个老伯跌倒在地 而他的身前正有两个小混混对着他拳打脚踢 王二贵心地善良 见到如此一幕 他心里甚是气愤 于是王二贵便上前一把将二人推开 王二贵挥动着柴刀说道 欺负一个上年纪的老伯算什么本事 有事你们冲我来 见到王二贵身强体壮 而且手里还有着一把柴刀 两个小混混不禁有些胆战 于是二人对视一眼 随后变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于是王二贵连忙将老伯给搀扶了起来 这才发现老伯竟是城里的李铁匠 他的柴刀还是从他那买的呢 这李铁匠做生意很是良心 所以乡亲们都愿意去他那里买东西 只听李铁匠说道 多谢你了小伙子 没想到这两个混蛋抢了我钱不说 还对着我拳打脚踢 若不是你及时赶到 恐怕我这身子骨就惨了 王二贵硬道 李伯默要客气 为了安全起见 小子还是把你送回家吧 文言李铁匠心中感动 于是在王二贵的搀扶下 二人便来到了铁匠铺子 在路上二人是越聊越投机 尤其是李铁匠竟然起了收徒的意思 要知道李铁匠的妻子去世的早 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叫李秋月 这些年来李铁匠一直都没有收徒 如今他也年纪大了 估计再有两年连大锤都挥不动了 所以便有了收徒的打算 只听李铁匠开口道 二贵 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儿 跟随我学习这打铁的技艺 若是你学习有成 可比你砍柴厉害多了 文言王二贵微微一愣 随后便是一阵狂喜 只见他扑通就给李铁匠跪下磕头道 二贵给师父磕头了 师父放心 二贵一定会好好学习 绝对不会让师父失望的 见状李铁匠连忙将二贵给搀扶了起来 看他是越看越满意 就在此时李秋月听见动静走了出来 当二贵见到李秋月时不禁两眼放光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美貌的女子 不禁心跳都加快了几分 而李秋月感受到二贵的目光后 也是羞红了脸庞 一旁的李铁匠看到如此一幕 心里也是一阵偷笑 若是女儿能够嫁给二贵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二贵便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哥哥 王大富直到后心中大喜 他拍着弟弟的肩膀说道 二贵 你去了之后一定要好好学艺 万万不能偷懒 将来你一定能够大放光彩 二贵点头道 哥你就放心吧 等我将来学艺有成 我一定会让你跟嫂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二贵便搬到了铁匠铺住 他每天都会跟在师父身旁学艺 即便学艺的过程十分枯燥 可二贵却十分的努力 丝毫不敢松懈 让师父很是满意 让李铁匠更加惊喜的是 二贵在打铁方面还十分的有天赋 如此下去 不出半年的时间 他就能出师了 而且将来的成就定然要在自己之上 这段时间以来 二贵也是渐渐地与秋月越来越熟 两个人年纪相仿 所以有着很多的话题 就这样二人的感情急速地升温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就私定了终身 于是二人便将此事告诉了李铁匠 文言李铁匠不禁大笑道 二贵是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 秋月嫁给你我放心 既然你们二人已经私定了终身 那就找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吧 听到李铁匠的话 二人皆是心中大喜 于是二贵便将此事告诉了哥哥 在两家的商量下 便将婚事定在了下月 李铁匠就这么一个女儿 于是李铁匠便拿出积蓄 为二人在城里买了一间宅院作为婚房 可就在两家筹备婚礼之时 一个意外却出现了 这天李铁匠正在叫售二贵打铁 可突然附近的乡亲传来消息 说是秋月在集市上受人欺负了 文言二贵不禁勃然大怒 他拎着铁锤就朝着集市跑了过去 此时在集市上 秋月正被一群壮汉给围堵在一起 那为首的公子哥就是成李许家的大公子许涛 此人仗着家里有钱有势经常做些欺男霸女的事情 所以乡亲们都不敢招惹他 只听许涛邪笑道 美人 只要你嫁给我 以后我保你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秋月不停地摇头道 许公子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早已经有了婚约 许公子还是另找他人吧 见到秋月死活就不肯答应自己 许涛也是来了脾气 于是许涛就让手下将秋月强行带回去 只要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到时候秋月不就是自己的了 可就在这时二贵终于是及时赶到 他连忙将秋月拉到了自己身后 随后便说道 感动我王二贵的女人 你们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见状许涛不禁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这二贵竟然敢跟自己这么说话 于是许涛便示意手下给他些教训 于是一群壮汉便将二贵给围了起来 随后便对着他一阵拳打脚踢 虽然二贵身强体壮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二贵就被打得晕死了过去 而秋月也是被许涛抓了回去 很快王大富就听到了弟弟的消息 于是夫妻俩连忙赶到了城里 见到二贵被打得晕死过去 而且秋月还被抢走 王大富就要拿着柴刀去许家拼命 可是妻子却将他拦了下来 只听妻子说道 夫君 你去了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事就交给我来吧 我一定会把秋月安全地带回来的 王大富哪里肯相信妻子 就他一个弱女子去了能做什么 此事还是要他亲自来 于是王大富便急匆匆地救人去了 见状轻柔微微一叹 随后便追了上去 不多时夫妻俩就来到了许家 此时许家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群打手早就准备就绪 见到王大富气势汹汹地赶来 众人便拎着家伙迎了过来 可还不等王大富出手 这群壮汉就突然愣在了原地 见到如此神奇的一幕 王大富不禁心中一惊 不过他来不及思考 便朝着许家闯了进去 很快 王大富就找到了那许涛的房间 此时许涛正要对秋月上下起手 见状王大富一脚就将许涛给踹翻在地 见状许涛不禁怒喝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敢闯我许家 真是不知死活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秋柔对着许涛轻轻一摆手 随后许涛便直接晕死了过去 见状王大富心中震惊 看来刚才在外面也是妻子出的手 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妻子这么厉害 于是夫妻俩便赶忙将秋月给救了出去 在路上轻柔表示 自己曾经跟随道士学过一招办事 不过撑不了太久 这次恰好能派上用场 当二贵见到秋月被救回来时 心中是万分的感动 不过他担心许家会卷土重来 所以便打算带着秋月出去避避风头 不过轻柔却说道 你们就放心地办婚事 那许家不会再来了 不知为何 听到轻柔的话 众人的心里不禁踏实了许多 而且事实还真如同轻柔所说 许家还真的没有过来报复过 所以二贵便和秋月顺利地成婚了 可是在许家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自打上次之后 这许涛就躺在床上昏睡不起 许元外为他请了好多的名医 都无济于事 这可把许家人给急坏了 而且许家的下人就好似失忆了一般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此事 就在许家心急如焚之时 突然一个独眼道士找上门来 表示自己有办法治好许涛 于是许元外便恭恭敬敬地 将道士迎了进来 只见道士对着许涛的额头轻轻一点 随后便念动了几句咒语 原本昏睡的许涛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据道士所说 许涛这是中了妖术 只有将那妖物铲除才能根治 于是许元外便承诺许家会全力地配合 这天下午 二贵来到了承熙送铁具 可就在他返城的时候 却见到许涛带人将他拦了下来 见状二贵不禁心中大惊 可许涛却连忙解释道 王兄弟莫要担心 我不是来报复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文言二贵不禁心中一惊 于是许涛便继续说道 你的嫂嫂不是人 她是妖啊 我就是中了她的妖术 才昏睡了这么久 可是二贵哪里肯心许涛的话 可下一秒独眼道士便上前说道 今晚三更之时 他必定会现出原形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这张符你贴到你的锤子上 到时候配合我一起斩腰 此时二贵的心中十分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道事 可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岂不是哥哥就有危险了 于是二贵便准备夜里去探探叙事 很快天色便暗了下来 待到夜里三更二贵 这才翻墙来到了院子里 她透过窗户往里看去 竟是见到嫂嫂正在木桶里洗澡 她本想挪开眼睛 不料竟是发现嫂嫂身后竟然长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见状二贵不禁心中大惊 原来那道士说的都是真的 于是二贵连忙掏出了铁锤 为了保护哥哥 他今日就算豁出自己这条命 也要将这妖物拿下 很快清柔就洗好走了出来 可就在此时 隐藏在暗处的二贵一锤就抡了下去 清柔躲闪不及被铁锤击中 只见这铁锤上的符咒化作一道 黑光瞬间就缠绕住了清柔的身体 让他根本就动弹不了 下一秒独眼道士便大笑着走了进来 见状轻柔不禁惊呼道 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这里 只听道士说道 当初让你们跑了 今日我定然不会放过你们 说罢道士便化作了一条巨大的黑蛇 见状一旁的许家人连同二贵皆是吓得瘫倒在地 没想到这道士就是妖物 此时王大富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而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条黑蛇 只听这黑蛇怒吓道 原来当初就是你坏我好事 今日你们都要死 说罢黑蛇就朝着几人撕咬而来 王大富为了保护妻子 便主动朝着黑蛇迎了上去 下一秒他就被击飞了出去 口里的鲜血也是不停地往外吐 见状二贵也是反应了过来 自己这是被利用了 即便扫扫是妖 可他却从来没有害过他们 于是二贵便挥动铁锤朝着黑蛇攻击而去 可他也是被无情地打飞 就在黑蛇即将得逞之际 突然一个老玉凭空出现 随后他轻轻一挥手 就将黑蛇给打飞了数米 然后老玉又施法解除了轻柔的束缚 只听老玉开口道 当初你趁我受伤偷袭于我 今日我修为不掉反增 是时候报荡日之仇了 闻言黑蛇大惊 连忙朝着外面跑去 沿途不小心将许家人全都撞飞了出去 只见老玉手中金芒一闪 随后那黑蛇的身躯就被钉在了原地 紧接着他的身躯就越来越小 最终变成了一条普通的小蛇 如今王大富这才明白了妻子的身份 原来这老玉就是自己当初救下的那只狐狸 为了报恩 便让自己的孩子化作人形嫁给了自己 王大富对妻子一往情深 根本就不在乎他是人是妖 见到丈夫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轻柔也是心中感动 而他也原谅了被利用的二贵 就这样王大富便跟妻子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子 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二贵也继承了李铁匠的铺子 生意是越做越好 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发在柳城县 城里有个名叫马有福的老汉 虽然这马老汉名字取得不错 有福有福非常幸福 但实际上马老汉过的并不是很幸福 他老伴在儿子十多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自己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儿子大宝给抚养长大 可以说是还是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等儿子长大之后 马老汉又开始发愁起大宝的婚事 因为自己家里过得不是很好 媒婆给说了不少姑娘 都没有一个相中自己的儿子的 这让马老汉是非常的发愁 这老话说 养儿一百岁 长幽九十九 在马老汉的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这儿子小的时候 怕他吃不好 穿不暖发愁 现在儿子长大了 怕他娶不上媳妇发愁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不过好在大宝还是挺争气的 经过自己的努力 在城里的铺子找了一个活干 虽然开始的时候 工钱给的不是很多 但现在这家里也算是有了稳定的收入了 马老汉对此事非常高兴 逢人就说自己儿子出息了 在城里的铺子干活 用不了多久就升职铺子的主管 工钱翻一倍 马老汉这么做的目的就是 想让大伙帮忙宣传知道一下 自己儿子现在出息了 以后有媒婆来打听的时候 自己儿子的竞争条件能够好上一些 果然经过马老汉的这么一宣传 就有媒婆找上门了 说是不远处李家庄的一户人家有个姑娘 长得既漂亮又温柔贤惠 可以让马大宝去看看 马老汉听后很是高兴 说等儿子回来就给他说说 等傍晚的时候 大宝下宫回来 马老汉就把媒婆的话给大宝说了 大宝听后就说道 我不去 爹您也不想想 这些媒婆就是想要咱们的向好钱 您以前传的钱都送给媒婆了 也没给我找到媳妇 所以这次我不去 马老汉听后就急了说道 儿啊 以前咱们家里穷 没有姑娘看上咱们很正常 现在可不一样了 你在城里干活 每个月都有工钱 能挣钱养家了 肯定会有姑娘看上你的呀 你要是不去的话 我怎么能对得起你死去的娘亲呢 听到马老汉把自己母亲搬出来 大宝就说道 爹啊 我的婚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过两天我就给你领个儿媳妇来让你瞧瞧 马老汉听后惊喜地说道 啥 领个儿媳妇回来 你小子是不是背着老子和人家姑娘好上了 我天天给你操心媳妇的事 你竟然瞒着我有了喜欢的姑娘 行 你要是领不来或者欺骗我的话 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小子 原来马大宝这小子确实有了喜欢的姑娘 这姑娘就是他们邻村张家庄张木匠的闺女 名叫张春月 他们两个村里离得不算是很远 所以两个村子的小孩子就经常在一起玩耍 马大宝和春月也算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了 从小两人就互有好感 长大之后更是瞒着家人私定终身 之前的时候马大宝家里条件差 不敢去张木匠家里提亲 现在自己有了稳定的工作 能够养活春月了 自己老爹又一直在后面催 所以马大宝决定过两天 把春月带给自己老爹看看 自从听说儿子要带个姑娘给自己来看之后 马老汉每天都把自己收拾的板正的 生怕自己儿子那天突然把人家姑娘带来 搞得自己措手不及 给人家姑娘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果然没两天的功夫 大宝就把春月给领来了 春月马老汉也认识 没想到自己儿子领来的竟然是邻村张木匠的闺女 想想也是 这两孩子从小感情就好 而且这闺女自己也是知根知底的 没想到自己儿子眼光不错呀 等把春月送走之后 马老汉就埋怨地说道 既然你小子早就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马大宝听后就说道 我跟你说过 可你不信啊 还说那会有姑娘看上我 马老汉听后就说道 行了 既然你和春月这事我都知道了 咱们就抓紧时间到人家张木匠家里去提亲 等到了第二天 父子两个就买了不少的礼品去张木匠家里了 张木匠对马大宝也很满意 然后两人就给两个孩子交换了八字 算是将这个事定下来了 本来这是一件挺高兴的事 马老汉也整天乐呵呵 但没两天的功夫 他就乐不出来了 原来 马老汉拿着春月和自己儿子的八字 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下 想让算命先生给挑个好日子 可让他没有到的是 这算命先生竟然说春月是克服的命 马老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自己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能让春月给克住了 而且马老汉越想越不对 这春月长相貌美 怎么会没有媒婆去他家提亲呢 张木匠怎么就偏偏相中家境一般的大宝呢 这里面肯定有事情 这张木匠肯定早知道自己闺女是克服命 所以自己提亲的时候才这么痛快地答应两个孩子的婚事的 等大宝到家之后 发现自己老爹一脸忧愁 就赶忙询问发生过了啥事了 马老汉就把自己找算命先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宝一遍 大宝听后就说道 爹 你不要听那算命先生胡说 你怎么能信这个呢 这都是骗人的 马老汉听后就说道 什么骗人的 我找的可是最有名孙半仙 你也不去打听一下 这孙半仙算得吉林 我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可不想你让春月给克住了 听爹的话 这婚事就此作罢吧 大宝听后就说道 这怎么行呢 我从就没了母亲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嫌弃咱们家里穷苦的姑娘 我喜欢她 她也喜欢我 我是一定要娶春月的 谁拦着都没用 说完 马大宝一甩袖子就进自己屋子了 马老汉没想到 从小就对自己尊重的儿子 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女子 竟然跟自己发脾气 也是气得不行 不过一想到自己儿子从小就没了母亲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她的姑娘 自己要是横家阻拦的话 儿子肯定会恨死自己的 于是到了第二天 马老汉就想给大宝说 自己同意他跟春月的婚事 还没等马老汉开口呢 马大宝先跟自己老爹承认起了自己的错误 说自己昨天情绪太过激动了 对老爹说了一些气话 还希望老爹不要往心里去 马老汉听后很是感动 就说道 昨天的事情也是我考虑不周 不该相信算命先生的话 我同意你们两的婚事 咱们找个好日子 把春月给娶回来就行了 马大宝听后也很是高兴 过没多久 在两家人的操持下 马大宝和春月就成婚了 成亲之后 小两口生活得很是幸福 不过这幸福的日子 没过久就被打破了 这是还是因为马老汉引起的 原来自从小两口成亲之后 孙半仙的话就一直在马老汉耳边响起 为了给儿子破去这个灾难 和自己心里的障碍 马老汉又去找了孙半仙 这孙半仙在得知了马老汉前来的目的之后 就说到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能破解 马老汉听后顿时心中大喜 又看到孙半仙手中的动作 立马就会议了 把事先准备好的银子放到了桌子上 孙半仙见状笑着说道 你只需要把我写的这张灵符 用你儿子的贴身衣物给包着 然后放在他母亲牌位下七七四十九日 不过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你 儿子和儿媳 等时间已过 你儿媳妇就再也不能克你儿子了 马老汉听后高兴万分 谢过孙半仙就回家准备去了 自从做好这个事情之后 马老汉挺高兴的 不过这事情好巧不巧的就让勤快的春月给发现了 春月气不过就把这灵符给撕碎了 说到这里有的看官就有疑问了 春月怎么能看懂灵符呢 原来这灵符上写着春月的生辰八字呢 还被压在了牌位底下 指定不是什么好事 马老汉回家之后 看到哭啼啼的春月 合遂了一地的灵符 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顿时气得不行啊 这眼看还有十多天的功夫就到四十九天了 没想到竟然就让春月给发现了 马老汉就把自己到孙半仙那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春月一听 马老汉说自己克服 顿时就不乐意了 和马大宝吵闹了一番之后 就回了娘家了 马老汉也不让自己儿子去接春月回来 这马大宝能听自己老爹的吗 自己刚成亲 怎么能让媳妇一个人住娘家呢 第二天就拿着礼物 去他老岳父家说了一通好话 把春月给接回来了 马老汉对此非常生气 然后这公公和儿媳妇长达半个月没有说话 搞得马大宝也很是苦恼 工作的时候还要想着家里的事情 不过这个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春月怀孕了 马老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高兴得不得了 对春月也变得好了起来 家里的事物都不用他忙活了 歇着养胎就行了 马大宝看到现在平静的生活也很欣慰 转过年 春月不负众望 给他们老马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马老汉给高兴坏了 对自己的孙子喜欢的不得了 但时间长了之后 马老汉对春月又有看法了 马老汉认为现在家里多出来一口人 这日常的开销就变得大了起来 现在家里的主要收入就自己儿子 自己年岁也大了 干不了什么重活了 小孙子也能离手了 自己可以帮着照看 春月可以跟着别人做些女工活 补贴一下家用 可自己暗示了好多次 春月就是闲在家里看孩子 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其实春月对马老汉的想法也是明白的 她不去按照马老汉的意思去做 一是自己想在家里好好照看孩子 二是自从自己嫁过来之后 公公就没给过自己什么好脸色 自己凭什么要听她的话呢 这时间一长 公席之间的矛盾就爆发了 这次的导火索就是马大宝 原来是马大宝失业了 他们家里没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马大宝为啥会失业呢 不光是他失业了 他们铺子里的伙计全都失业了 原因就是他们铺子掌柜赌博 把整个铺子都输给别人了 新掌柜怕之前的伙计捣乱 把之前的人全给开了 就这样马大宝就失业了 这时候马老汉又想起孙半仙说的话 认为都是春月课的自己儿子 整日对春月也没有一个好脸色 虽然失业了 但大宝并没有气馁 用这几年的积蓄 和找亲朋好友借来的钱 在他们集市上就开了一个小铺子 春月也跟着到铺子里帮忙 马老汉就在家看孙子 这日子还是倒还是平静 这刚开始的时候 生意并不好做 不过马大宝为人和善 价格也公道 慢慢的他们小两口的生意就好了起来 马老汉对此也感到高兴 不过这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呢 又出事了 这天马老汉正在家里看孙子呢 村里马大嘴就匆匆地跑来说道 马老伯 你赶快去集市上看看吧 大宝的铺子出事了 去了好多捕快呢 马老汉一听就急了 让马大嘴帮着照看一下小孙子 急匆匆地就去到集市了 等他去的时候 铺子里已经没旁人了 找周围的邻居 一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几个小混混来铺子里买东西 看到春月年轻貌美 就想着过来调戏一番 大宝健壮就不乐意了 就和这几个混混扭打在了一起 惊动了巡逻的捕快 所有人都给带到衙门去了 马老汉明白事情经过之后 心里直呼 红颜祸水啊 这小丫头又给自己儿子惹事 随后马老汉急忙赶到衙门去了 等马老汉赶到的时候 县老爷已经审理完案件退堂了 马老汉只看到了儿媳春月 没见到自己儿子 就赶忙询问自己儿子呢 春月说道 县老爷判定大宝和那几个混混互殴 扰乱秩序 关入大牢半个月 那几个混混关入大牢一年 马老汉听后顿时气愤地说道 啥 我儿子又没错 干嘛要关入半个月 这可真是八字崖门朝南开 有礼无钱莫进来 县老爷这么断案 指定是想让咱们给他送银子的 你要是早听我的找个女工活去做 还能发生这种事吗 我儿子也不能进大牢啊 你可真是一个扫把星 自从嫁到我家里来 我儿子就没有顺利过 春月本来就挺难受的 现在听公共这么说自己 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怨气 在这一刻也爆发出来怒道 你说我是扫把星克夫命 我克你了吗 你儿子失业怨我吗 是他们掌柜的赌博导致的 那些混混前来找事 大宝作为我的丈夫 他不应该上前制止吗 现在出了问题不想解决的办法 什么事情都怨我 有你这样的公共吗 马老汉没想到春月会当众发飙 让自己难看 顿时脸色就气得铁青说道 人家孙半仙都说了 你就是扫把星克夫命 不然我儿子能出事吗 出了事情肯定怨你 他们两个这么一吵闹 顿时就引来不少人围观 就在两人吵得激烈的时候 一个巍峨的中年汉子 带着一个仆人过来劝说两人 就听那汉子一旁的仆人说道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也不怕别人笑话 这是微服私访的钦差王大人 有什么事情给王大人说明 定会还你们两个一个公道的 马老汉听后 就赶忙把事情的经过 跟王大人说了一遍 尤其是自己儿子的事情 王大人听后询问春月 王老汉说的可是真的 春月说道 回大人 我相公的事情说的都是真的 其他的民女是不认同的 王大人听后就说道 按你们这么说的话 马大宝本该无罪 怎么还被关了半个月呢 走跟我去衙门问问 随后两人就跟着王大人去了衙门了 现老爷周大人在得知来人是钦差王大人之后 赶忙行礼 王大人也不废话 就询问起了马大宝的案情 为何要将他关半个月呢 周大人听后吓得脸色一变 没想到这小小的案情还惊动了钦差大人 他本来是想让春月拿些银子 把马大宝给捞出来的 可这是不能跟王大人明说呀 就支支吾吾说道 大人 马大宝动手太狠 打伤一个人 所以下官才把他给关起来的 王大人听后就说道 哼 这种人渣就算是打死也不是无辜的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调戏良家妇女 应该重判 周大人听后赶忙说道 大人说的是我这就让人把马大宝给放出来 那几个混合在多家一年的刑期 王大人听后就说道 嗯 这还差不多 没一会的功夫马大宝就被从大牢里放了出来 在得知是自己老爹和媳妇在大街上吵架 惊动了微服私房的钦差大人之后 马大宝就说道 爹 你以后不要再相信什么孙半仙了 他就是一个骗子 我在牢房里都见过他了 马老汉听后不相信的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马大宝就说了 自己在牢房是见到了孙半仙 他是让周大人给抓进来的 不信你问周大人呢 周大人听后也赶忙说道 对对对 这个孙半仙一直在城中宣传封建迷信 造谣声势 本官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不存在什么扫把星之类的 他就是想骗你们的钱的 其实这孙半仙是因为没给周大人交保护费 才让他派人给抓到大牢里的 马老汉一看见老爷都发话了 那这孙半仙指定是骗子无疑了 想想这些年对春月的态度 立马就说道 春月是公公对不起你 听信了孙半仙的鬼话 让你受委屈了 春月一看自己公公都给自己认错了 顿时这心里的火气就没了 从这之后 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可真是 儿子娶妻爹算卦 听信鬼话公习闹 谁知神算是骗子 家庭和睦万事兴 好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 大伙看完之后 有啥想法 可在评论区里留言 讨论一下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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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